大家好,我是可家妈妈 欢迎来到我的频道 这里每天分享各种实用的养生知识 希望能给您带来健康 如果觉得本视频还不错的话 请给我点个赞加订阅 非常感谢您的支持 随着年龄的增长 眼睛视力也会慢慢出现了老花眼 人一般在过了45岁之后 视力就会受到一定的影响 容易视力变模糊 眼睛不舒服等 医学认为眼睛的功能 依赖于五脏六腑 精气的乳氧 只有肾气足 肾精充沛 眼睛才能够得到营养 所以治疗老花眼 应该以补肾养阴为主 下面和大家分享一款食疗方法 它具有非常好的补肾养阴 易经明目的效果 对于改善老花眼 有非常大的益处 我们首先要准备一根新鲜的胡萝卜 胡萝卜含有大量的胡萝卜素 维生素B和维生素C 其中胡萝卜可以在人体的氧化 转化成维生素A 形成四环唇 四环唇是四指红质的一部分 而四指红质是四腕膜感光细胞的一部分 能够使眼睛在暗光下 能够使眼睛在暗光下看见东西 它的主要原理就是光线刺激 视钢细胞 将信号传达于大脑 从而感觉到光线的强弱 是参与 视网膜夜视 功能必不可缺的一种物质 一旦缺少维生素A 可形成维生素A缺乏症 对于弱光感光降低 就会出现夜蛮症 眼睛模糊 看不清楚的症状 另外 中老年朋友经常吃一些胡萝卜 还能够提高身体免疫力 消炎 抑菌 因为胡萝卜中富含胡萝卜素 在肠道中 精酶的作用可变成人体所必须的维生素A 有利于维持消化系统和泌料系统 提高抗细菌感染能力 还有 可以降血脂 因为胡萝卜中含有一种叫做胡皮素的成分 具有降低血压 增强毛细血管抵抗力 减少毛细血管的脆性 起到降血脂 扩张冠状动脉 增加冠脉血流量等作用 同时 胡萝卜纤维中还含有一种叫做果胶酸钙的物质 它和体内的胆酸结合之后 能够起到降胆固醇的作用 而且胆固醇水平越高 作用就越明显哦 胡萝卜我们把它切成胡萝卜丁 接下来我们再来准备一小把的芹菜叶 相信很多朋友平时在吃芹菜的时候 都是把这个芹菜的叶子给扔掉 其实芹菜叶的营养价值它是非常丰富的 芹菜叶还具有很多的药用价值 例如它可以降血压 降血脂 预防心血管疾病等 这是因为芹菜中含有丰富的环同化合物 和挥发性油等 这些成分都有很好的降压作用 另外芹菜中的一些化合物 还可以抑制胆固醇合成 有助于降低脂肪和预防心血管疾病 此外芹菜还可以腻尿消水肿 对于缓解高血压肾炎等疾病 引起的水肿都有很好的效果 芹菜还能够增强肝肾功能 促进身体排毒和解毒 对于经常饮酒抽烟熬夜 面对电子产品的人来说 吃芹菜它是能够减轻肝肾负担的 另外芹菜的叶子 它会散发出一种特殊的香味 闻上去就特别的提神醒脑 吃到嘴里也是满口清香 对于压力大 精神紧张 用眼过度的人来说 经常吃一些芹菜叶子 能够起到很好的明目作用 因为芹菜里面的胡萝卜素含量 是筋部的88倍 远超于筋部的营养 芹菜叶的吃法其实也很简单 用来煮面条或者是烙饼煮粥 都非常的不错 炒着吃或者凉拌着吃都是可以的 我们把芹菜叶子清洗干净 然后稍微切碎一下 放一盘备用 接下来我们再来剪一些红枣丁 其实红枣它是一种非常强大的滋补佳品 每天早上吃上几颗红枣的话 就可以起到补血 养血 安神 美容 养颜 清干明目 红枣富含铁具有补血 益气的作用 对于女性月经贫血 或产后出血都有着重要的作用 经常吃能使面部红润 红枣还具有补虚益气 养血 安神 健脾和胃的功效 气血不足 失眠的患者都有非常好的保健作用 最重要的一点 就是它具有非常好的滋补肝肾作用 能起到很好的明目效果 能够起到清干明目 保护眼睛 但是提醒大家 每次吃红枣 每天大约三到五颗就可以了 过量食用很容易导致上火 而且得不到任何的益处 接着再准备适量的小米 小米的营养成分很丰富 如优质蛋白 脂肪 碳水化合物 胡萝卜素 维生素 无基盐 淀粉等等 经常吃一些小米 可以滋润皮肤 帮助皮肤红润 起到养颜 美容 小米还含有丰富的蛋白质 其蛋白质含量比大米还要高 吃小米可以补充蛋白质 提高身体的免疫力 增强抵抗力 另外小米还含有丰富的维生素A 维生素C 和维生素D 维生素B12等维生素 吃小米可以补充维生素 可以明目 养眼 促进良好的势力养成 预防老花眼 眼部疲劳 和各种的眼部疾病问题 接下来把胡萝卜丁 红枣丁和小米 先放入砂锅中 再加入适量的清水 清水的量要一次性加够 中途不要加水了 然后盖上盖子 先用大火煮开 转小火慢煮30分钟 制作视频不易 亲爱的朋友们 一个小红心对您来说只是举手之劳 但对我来说可以让我高兴的睡不着觉 那么今天这个视频就麻烦您帮忙点一个免费的小红心吧 辛苦大家了 时间到后用勺子把上面的一层浮沫给它撇干净 然后再把切好的芹菜叶子加进来 搅拌均匀 再煮上3到5分钟就可以装入碗中开吃了 这里面的胡萝卜 红枣 小米 和芹菜叶子 可以帮助我们保护肝脏和肾脏 可以降低肝火 排出肝毒和肾毒 缓解眼睛的肿痛 肿脏 以及视力疲劳的现象 对于预防老花眼 以及保护眼睛 和各种眼部疾病 都有非常好的效果 如果是外感风热 或者是内生肝火 所导致的目视不清 酸目干涉 结膜炎 红肿等问题 都可以多煮 这道粥来喝 可以帮助我们降低肝火 预防上火 防止结膜炎 以及各种眼部疾病问题 另外三高人群 也特别适合吃 还可以帮助我们稳定三高 预防心脑血管疾病 建议中脑联朋友 可以每周煮上一到两次来吃 对身体能起到很好的保健作用 好了 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了 感谢大家的观看 我们下期再见 谢谢大家